字幕志愿者 三个中产党 今天我们会由上一个星期的一个补选开始讲 但都有牵涉到少少经济学或者政治的问题 其实也不知关不关经济学,但我看过哪一名是经济学家社 当选举是大南区区议会补选 当时有两个人参加 一个是民主派支持的社区前进的李国权 另一个是经文联支持的李斯敏 两个都不认识,未听过 我们讲这个题目之前,我做了一个实验 我什么都没有说,我只给了两张照片给周显大师和Kevin 我说这两个,如果什么都没有,你会投谁说 两个都一致认同,就是投李斯敏 当然他们讲了一些评语,但很像我们今天的题目 就是政治家其实是否要讲硬直呢 为什么我们会想讲这一件事呢 因为周显大师之前也有评论过 你现在看到建制派是怎样的 近几次的选举,他也是拿个英俊仔仔出来选 其实也不是当你英俊仔,其实也不是 没有那么蓝蟬 没有那么脱皮脱骨 陈凯恩,郑永迅,然后你看他的对手是什么 姚重严,李卓人 结果原本是一个,九西是一个民主重地 调创,竟然都连输两次 再加上这次也是九西地区的选 结果一年三次,都是比较英俊仔 比较美丽,或者比较麒麟一点的候选人 我们开始质疑一件事 究竟现在我们香港选举 是不是看样子就已经决定到胜利 这个世界是自从有了电视机之后 而第一次发生这件事的 就是尼克逊对Kennedy Kennedy当初就是赢了你 走出来尼克逊走出来这样 Kennedy走出来这样,人家就已经吃了你 在当初的时候,这个是最经典的 在1960年的时候已经发生了 这就是刚才你说的经济问题 是吗?是 是 其实在学界里面,经济学界里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是 为什么呢? 因为经济学家都有研究政治 政治经济政策 有一个问题 是 有一个我们搞不清楚很多年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人家投票 是 因为你计数的话 你看我一个人投票 影响到竞选结果 太小了 小到不可能发生 我经常说你越读得多政治 你越不想去投票 你不想去投票 你不想去投票 为什么人家投票呢? 是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最基础 如果我们想想 为什么投票 如何影响政策 民主社会 投票 但是因为人家没有投票 没有原因的投票 去改变选举结果 民主的结束 是的 整套经济理论 说民主如何好 或者不好 是整套的 如果你不知道 为什么要投票 这个投票最重要 以我研究 政治结构 这么久 民主最重要 就是组织 就是你的朋友 叫你投票 就是组织 但是当组织崩坏了之后 或者体制不再有利于组织的时候 那你有什么方法叫你投票 譬如你说总统选举 你很难靠组织去投票 组织是总统选举 它是一个组织 就是他们有一堆 fraternity 一堆这样去推的 你以为总统选举真的不是 就算是台湾 是数损票的 总统选举很难去到组织去决定 因为最大的问题就是 组织在地区可以数到票 但是你去到一个很大型的选举 有很多人都是平时不去投票 那就去到街上投票 你首先做了一些组织票 然后再去给一些有利票 这个我们不争论 我唯一想关注的就是 因为我看过当年 我记得好像是Kohen写的 他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说 是学界做的研究 很简单 他就想一样 就是究竟政治家有没有样子看 然后就像最早期的Facebook 有两幅图 他就说 如果我让一个人两幅图 你觉得哪个人像是做政治的呢 他说做完这个 好像做了50个类似的配队 他说是惊人地一致 原来一般人 真的觉得某些人的样子 生出来就是做政治家 他有什么特征呢 Kelvin你好像说过有什么特征 先够高 所以要够高 够高是一个很重要的 我看过还有什么呢 就是臉要够方 跟着说 女性最好是有金发 有这些这样的东西 就会影响到 他判断这个人是否值得投票 当然这个就比较遥异 因为美国 我就觉得 不如我们拉回来香港 我们最简单可以看到 究竟颜值是否影响到 一个竞选的胜负 我们就看回香港立法会的直选议员 首先由莊敬大师去铁平一下 知道莊敬大师 香港的立法会议员 或者曾经参选过 你觉得颜值平均的质素是怎么样 我觉得颜值平均质素 真的很令人恶心 但是也真的有什么 你跟什么比 你跟美国的政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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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都很支持邀毅俊 因为邀毅俊是比较企理的 我要撇除那些感性因素 有人会说 邀毅俊这些蛇头鼠尾 我们先把政治立场 邀毅俊在阳谋水平和论政水平都可以 你不要理他 什么政治立场 我们纯粹看样子 我觉得林卓廷和许志峰 全部都是市政的 是 但是不是 他是智力 接近智障 所以我们就是说 我们撇除智力去看 不是 我一定要加上 这样的智障和智障 智障都能够算多 证明颜值是多重要 如果是黄毅俊说话说得这么厉害 你就不用眼睛 即是说话说得这么厉害 说话很厉害 什么样子 说得好 有够魅力 其实都是一种外表上的吸引力 虽然不是样子 是声线 或者是表现 我怎么看呢 我印象很深 不知道Kelvin是否同意 老一辈的议员样子 跟新一辈是完全不同的 老一辈是哪些 现在还留在议会 何俊仁 陶锦辛 你问我 如果这一刻出来选 如果是一个新人 你推过这样的人出来选 一定是输 然后看陈凯欣 鄭永迅 再看刚才我们说 许智峰 林卓廷 或者我们说 陈淑庄 你会看到 是有时代的分别 在政界初代的人物 譬如你看台南文章 陈谷 陈水扁 謝祥廷 很多脱头脱骨 但是第二代 脱头脱骨 因为它是打出来的 你不理 不理 就是 马英九 不是打出来的 不是打出来的 连箭 马英九 宋楚瑜 个个有好好学历 因为别人捧出来 就是说这件事很棒 我提回他 那些全都很惊弱 现在民进党 新一代也是 你看看 赖清德 蔡英文 陳其邁 全部都很惊弱 即逢是那些 副二代 这些是第二代 那些政党的第二代 就会惊弱 我这两个想起 就是我马上拿回民主党做例子 就是有什么叫所谓新新代 胡志偉 尹兆坚 你拍到林卓廷 你会发现有个差别 但是胡志偉 这些就是你刚才所说的 就是打出来的 胡志偉和尹兆坚 真的 我都不特别觉得好 但是 真是智力 就是正常水平 这个我不同意 但是 他的地区的智力 是会很重要 正常水平 因为许智峰和林卓廷 是非正常水平 是的 但是我再看回 就是现在我们说香港 如果香港用的政坛做例子 就是只要 一是 就是你两个学习方法 一是你地区自己已经有装具有筹码 那你推出来的时候 好像周彦大师说 你有组织票 那你身体长得差一点也没所谓 但是 如果你是没有组织票的 那你就要靠你的形象 那你再看回 其实其他 譬如张超雄 曼必 你可以看到 如果是走意识形态那边 朱凯迪 那些 那些 朱凯迪就不是很企理 但是他的样子 其实也是有些文青的感觉 就是阳岳桥 你会看到 他们不是靠传统地区打出来 就是要那个样子是比较市政 就比较符合回我们刚才所说 就是你政治经济学 就是看到 那样子是会真的有一个决定性 所以 以前 20年前的时候 2030年前我就很不出劉慧卿 现在那个轻姐挺好 至少 他都算是 你认为他现在多好 和以前多好 以前多好 始终都是政壇史上第一美女 就是你说 比现在新的武漫症 那些 那些 我觉得轻姐 我现在都很喜欢 走出去 奇奇 当然 你都可以有一个很大的反证 哪里是 容海又怎样 但是你要想想 那时候怎样推他 建制归倫比 这是香港某一些选民的taste 你就不能够说他不是靠你 不是因为是政壇的问题 而是我们 就是我们 夜宗会 就算你走出去 那些女儿 现在十条女儿都不行 那些十条女儿都不行 在这个角度 那些十条女儿都不行 那些十条女儿 她是那些十条不能够的女儿 才是最得的 所以我们一直很奇怪 以前日本 在小泉索的狼时代已经有 我们所谓刺客的战略 不是就是找一些 可能没有背景的 但纯粹是年轻美女 就是出来刺杀你 那些老政客 我就觉得 如果是纯从选举来说 帥哥比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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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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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选举 他一看他的样子 他不喜欢 当然他没有说为什么不喜欢 他有说什么为什么不喜欢 但我不能说出口 总之觉得这些不正经 尤惠晶这些不正经 抗保然有多少 上次美女 都要适合类型 才可以鼓动到女性市民去投 他不会像一个美女 临家女孩 嫌妻娘母 美女是嫌妻娘母 要好过一只 好入屋 但帥哥是没有分 浪子也好 嘶嘶正正的西装骨骨 总之帥哥就可以吸引 好像说出来 哈哈哈哈 好 今天又说到这一天 下次再聊其他话题